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工作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 是成立于1976年的一个非盈利性的贸易组织 我们的宗旨是推广美国的红肉类产品到世界的餐桌上 红肉类的产品包括牛肉猪肉还有羊肉 现在在中国我们主要推广的是美国的猪肉 美国的猪肉特点非常的多 我简单来讲它是玉米饲养 有健康的安全的卫生体系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美国的安心猪肉 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消费者 对于安心猪肉这个概念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也通过展会 来跟大家介绍美国的猪肉 美国的养殖 它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优点 口味烹饪方面的话 它的口感是更滑嫩的爽口的 那现在我们介绍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梅花肉的产品 美国的猪的梅花肉 那这个产品呢 它的特点就是爽口 它有这个Q弹 又丰富的这个氨基酸 而且是对食品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话 它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香味更浓郁 因为它是玉米饲养的 纯穀物饲养的 那它的卫生条件是严格按照美国农业部的卫生的这种生产程序制成的 而且是HACCP是拥有国际的这个卫生标准的这个条件下去 之生产制造的 所以这从它的冷链的配备 从它的运输 从它的养殖到它的基因 是一个一体系的 好 这样